独家起底韩舍媳妇新欢身家悬殊卢州机车族换开269万宾市。 韩舍少东蔡伯府的老婆黄敏轩被抱于理性业务外遇,该男子家住卢州任职于三中尼森汽车公司,就是一般的上班族,平常大多都骑机车通勤,与女方豪门身家相差悬殊。 理性业务除了被拍到骑机车,还开着尼森TI的白色小车直奔黄敏轩豪宅,而女方的代步工具则是要加269万元的宾市SOKR200白色跑车。 除了颜色一样,国产车与宾市从性能,价钱都大不相同,难怪一换车理性业务有如车神上身,时速动辄破百标速。 理性业务的局职业非常平民,烟印一来就站在路边抽烟,还随意丢弃烟地,对比黄敏轩国网出入各大活动,不但要盛装出席,局职业要合乎大度,两人搭在一起身份与生活有助极大差异。 韩舍主管表示,股东司是与经营无关,公司无法回应。